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但是在计划中 婚礼时间也暂未确定 否认年底办婚礼的传言 今天下午 修杰杰出席意大力量身定制服务品牌活动 针对何时办婚礼仪式 再次做出回应 修杰杰透露 她跟贾静文的婚礼 暂时没做任何筹备 目前也没有什么计划安排 也就是说修杰杰跟贾静文的婚礼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 同时 修杰杰也再次强调婚礼一定会办 所有的事情都在进化当中 目前没有确定婚礼时间 地点及嘉宾人数名单 会在确定后第一时间公布出来 也希望大家不要着急 耐心的等待 另外 修杰杰还强调 如果一定要挑选婚纱 我一定会陪他贾静文去挑选 年夏之一 是两人连婚纱照都还没拍 静后加音吧 贾静文跟前夫孙志号离婚后与修杰杰相识 结婚后被修杰杰生下两个可爱的女儿 姐弟恋的组合 也让外界对他们有了更多积蓄 结婚三年被频频催婚礼 去年四月 修杰杰也给出肯定回应趁婚礼一定会办 在疼老婆方面 修杰杰也表现出了好男人本质 承担起照顾三个孩子的重担 甚至害怕贾静文生孩子痛苦几次喊话要给自己结扎 如今修杰杰再次承诺会跟贾静文举办婚礼 相信几年的计划会有个超浪漫的结果 一起期待吧 DM的免责声明 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 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